我們可以說這個王世堅的爸爸是返校的這個當事人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他是這個廖北亞讓他的同學都被喘醒 你有要幫王世堅來做聲援嗎 我想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威權年代喔 沒有人是自由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有的被壓迫者都是受害者 那在人家的傷口上傻言 或是拿這件事情來作為攻擊 或者是仇恨的對象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道德 史蘇華有在臉書上賭了百萬說 你初選一定不會過 那你怎麼看 我也謝謝他 基層好像對你稍微有點不滿 那你自己這個心情會不會有受到影響 我就是檢討反省 那現在有人認為說就是王后宇 像在網路上又開始點名你啊王世堅何志偉啊 那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又受到這個網軍 又想要攻擊你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把他的這些 當作一個 一回事啦 也就是說他的攻擊 我想他是有目的性的 那 社會還是需要更多的善良啊 那覺得真的不需要再多花時間在他身上 因為像王丹都有稍微幫你做聲援啦 但他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檢討不可以針對個人 但是他就遭到就是基層認為說 反批他是中共的同路人 你認為就是這樣子好像幫你聲援的人 遭到攻擊你會不會覺得有點不捨 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減少對立跟撕裂 那尤其是不管是王丹 他對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也是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的認同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過去曾經也都是戰友 那現在如果說要彼此的對立的話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心平氣和 然後好好的平心靜氣 然後想想如何讓民進黨能夠更好 讓台灣更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好的方法 那現在如果彼此的在分化 彼此的在對立 我想這個只是輕痛醜快啦 那怎麼可以說這個王世堅的爸爸 是返校的這個當事人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他是這個廖北 要讓他同學都被喊醒 你有要幫王世堅來做聲援嗎 我想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威權年代 沒有人是自由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有的被壓迫者都是受害者 那在人家的傷口上傻言 或是拿這件事情來作為攻擊 或者是仇恨的對象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道德 那之前座談會上面 就是陳希邁主席說 您被嗆這件事情 本來民進黨的特色就是講話大聲 你會不會覺得他的回應有點無情 我覺得現在就是大家也需要一個情緒的宣洩啦 那我覺得大家講話大聲大名大放 在這個期間 總是大家互相檢討 然後求進步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像我們賴副總統今天要參選黨主席 那當選之後 如何帶領民進黨團結向前 那大家一起來努力 柯文哲剛剛說 柯文哲剛剛說 就是如果黃珊珊跟你選立委 兩個都是好朋友 那你還是會把他當好朋友嗎 我跟柯文哲市長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了 那我只能說 感謝他啦 剛才有蠻多黨員說 2024如果初選的話都會支持你 反而會去支持吳欣戴或是黃珊珊 那我也是尊重大家不同的意見 謝謝大家 史蘇華有在臉書上賭了百萬說 你初選一定不會過 那你怎麼看 我也謝謝他 因為剛剛大家都聊到這個初選 然後有我們認為說 就是初選這個民調應該要做就是排籃 或者說認為就是黨中央應該對您做停權處分 讓你沒辦法參加初選 你認為這個是有可能的嗎 那你自己的參加初選的意願感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一個 有一個民主進步的初選機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過去曾經也有過排籃民調 就是所謂的十一扣那時 那所以大家也知道 當時的狀況對民進黨來講 並不是非常的好 如果現在民進黨要走回當時的這個路的話 實質大家會覺得說 民進黨好像在自我設限 那這個我相信也不是民眾樂見的 當然我覺得黨內還是有一定的民主程序跟機制 也會去討論民進黨的未來到底要如何 能夠站在既有的基礎上 那能夠廣納其他不同的意見 然後吸引這個中間年輕選民的支持 才有辦法在2024勝選 那大家也都知道2024對民進黨來講 是非常艱困的一個選戰喔 那大家也都必須要齊心協力團結 才有辦法勝選